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到成都了 好多人呀 我直接去他公司找他吧 你们觉得我的突然出现 他会惊讶吗 金子 你怎么突然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吗 怎么来成都了 我 你是不是带阿姨来 那阿姨呢 没有 我不是带我妈妈来检查的 她最近身体挺好的 我一个人来找你的 你一个人 你怎么没提前给我讲呢 我提前给你讲的话就不惊喜了呀 这盒子是惊喜啊 太惊吓了 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先坐大巴 然后坐高铁来的 万一走丢了 那怎么办呢 不会啊 坐高铁很快 而且我还遇到了一个叔叔 叔叔 什么叔叔啊 就是一直在看我视频的叔叔 哦 还好安全道了 你以后不要这样了 你要来成都 你给我讲 我叫嘉诚去接你呀 我可以自己来 就是怕给你添麻烦 所以才不告诉你的呀 接你拿你是麻烦呀 你看你 看你 你到成都来 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让我去接你 你只来过公司一次 你不怕迷路啊 我给容姐发的消息 她告诉我的 我还让她不要告诉你 我来成都了 你故意的 我的大哥大嫂也在 还在那边谈事呢 待会我带你去见见他们 好 那我还买了水果 放在文客了 我去拿 还买了水果呀 那我跟你一起拿 快坐呀 你别站着呀 我问你个事啊 你来成都叔叔阿姨同意吗 我爸爸他不知道 但是我妈妈知道我来找你 他还挺支持的 还让我把外婆家的那个鸡蛋 带来给你 哦 太感谢阿姨了 我前面不是跟你讲过 我过两天忙完了 就下来找你 然后一起去看阿姨吗 我这两天没什么事嘛 所以就来找你了呀 今天不是周末啊 你没上班吗 我调休了 休息几天 而且你 你最近的好忙 我看你都瘦了好多 我不想你就是来回奔波 开车又那么累 你这是在关心我了 你还没吃饭吧 那个我大哥他们还没谈完事 我先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吗 如果我没遇过 回头转头还是错 你我不曾感受过 想装在借口 想装在借口